小水滴旅行记 作者是叫孔兰 对,孔兰 好久没有下雨了 草地黄了 小溪哭了 有一天小水滴乘着风飘来了 他对小伙伴们说 我们快去旅行吧 滴答滴答 小水滴们 真心口红 真心口红 小水滴们 真心口红的 从天上跳下来 顺着小溪 绢绢流去 小水滴游啊游啊 游进了小河 突然小水滴被 农夫提的小水桶 带走了 还被泼到了草莓田里 小水滴 小水滴钻进了土里 接着又被草莓的根吸了进去 这么黑 憋死我了 一会儿 一会儿 草莓的 精又把小水滴吸了上来 然后又送到果实里 小水滴 小水滴就变成了甜甜的草莓汁 哇 这么好的 是哦 所以说我们吃的那个草莓 是不是好 是不是干净健康 跟这个水的 是不是干净也是很有关系 对不对啊 因为它就会长进去 嗯 假如那个水或者土地被污染了 出来的果实肯定也是污染 一天一味小朋友吃了甜甜的草莓 小水滴就被带进了小朋友的肚子里 小水滴在小朋友的肚子里游来游去 帮助消化食物 最后被带进了食物残渣里 哎呦 憋死我了 小朋友上厕所了 小水滴从小朋友的肚子里跳了出来 跳了出来 小水滴在下水道里游啊游 游进了江河 在 他在河 江河里 痛痛快快的 洗了一个澡 小水滴又变成了一个纯洁的小水滴了 小水滴顺着江河流进了大海 啊 大海好宽啊 他看见了许许多多的野 小小水滴多高兴啊 突然小水滴 小水滴变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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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的飘了起来 成了云 然后变成雨 降落到地面上 我们的旅行是永远不会停的 啊 把这个水的整个的循环的过程 都说了一遍 很像就读一遍 好的 那你自己有时间的读一遍 好吗 好的 谢谢 好玩啊